在那头中一直排名非常靠前 掌声有请佟莫南 你现在决定好用什么稿子了吗 这一轮就用北下关 佟莫南还没有拿出北下关 他专场就叫北下关 北下关就是他专场里最好的段子 压周的段子 他那些东西磨了将近两年 各个曲线啊节奏啊都很对 很精致 比我们的东西还是好很多的 所有人看到这篇都会觉得很厉害 我们在这一轮就把佟老师的大招逼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东西其实在节目上它是一个冒险 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趋势 它倒不是说像原来一样你凑不够一篇稿子 而是说怎么能够把一个类似于可能是长篇小说 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短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我怕我没有去把它呈现好 那进展好吗 还可以吧 好久没有去大剧场去演出了 所以还得再找找当时自己在舞台上说话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就是在这一轮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就是尽力把这个演出演好 加油吧 希望还是能够有好的演出 能够让自己的东西得到好的展现 加油 大家好啊 今年我是做了一个专场 叫做北下关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在这聊聊北下关的故事 这个事源于我有点坎坷的童年 我童年转学过七次 当时在北京从西城转到海淀 转到丰台 转到朝阳 就有一阵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 还是在闯关东啊 我转学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小的时候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 我爸我妈那会觉得 只要能够把我转到好的学校 就能够自动治愈我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 越是好的学校 我越是跟不上 我在好的学校 跟好的同学 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 课间我看的是机器猫 我那个同桌 二年级的一个女生 看的是傲慢与偏见 我们那个班长 看的是资质通见 我想的是机器猫的口袋里都有啥 我同桌讲的是欧洲贵族的爱情与挣扎 我们那个班长一拍大腿 就该这样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二年级 我才交到我人生第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舒香 他和我一样不合群 但是他不合群是因为 他太热爱学习了 他热爱学习热爱到 要不是我也被其他孩子排挤 我都得排挤他呀 小兔崽太能学了 每天中午一定要改完数学作业 再去食堂吃饭 我闻着那扎鸡腿飘来的香气 一闻的永远就是三个字 我有错我有错 那会儿都给我逼成哲学家了 我说这个世界上 谁没有错啊 但也正是这句话 舒香第一次 跟我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 他很惊讶 他说怎么 你也读黑格啊 以为你只看机器猫呢 我最后一次转学 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我爸我妈突然就克服了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有可能人就是这样 就你对谁只要足够的绝望啊 你对他就做到了真正的包容 那个夏天的夜晚 我爸把烟一掐 说出话 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爸说 不如就给默南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我妈也接着说 是啊 就默南这个智力水平 还有学习状态 现在不快乐 以后怕是也很难再快乐起来了 我们再转学 我们心态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我们一心只想找到最快乐的小学 神奇的是 我们真的找到了 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仿效经历 就那个校长拍着胸脖跟我爸妈保证 说我们学校就是最严的小学 每天有督导老师 看着孩子写作业 不写完 不会放回到家去 听到我们是眉头紧锁 心情沉重 想着又是白跑一趟 谁能想正这种反应 被那个校长理解成了一种质疑 校长急了 说怎么 不信啊 我们可不像旁边 那个北下关小学 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绝望了 谁能送到那儿去啊 说来也巧 找着了 我爸我妈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 我妈握着校长的手 说这句话 我觉得那个校长 他从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 我妈说 感谢您的推荐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们打车就去 就等不到第二天了 我们就想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到那儿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已经放学了 哪儿还有人啊 门口开门的大爷就说 咱们又把书包网拿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 我说妈妈 就是这里 到家了 我一生的挚友啊 我的soulmate 我的灵魂伴侣 全是在被结识的 就是那种 突然有人懂你的感觉 就能知己 然后我上课不是走神吗 我问我同桌 我说今天早上有一道应用问题 我没有听清 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 我同桌大惊失色 说啊 咱们今天有输学课吗 这孩子动手能力 那脚一个强 搬离着电视机 拆完了拼 拼完了拆 每次还有好多零部件 落在外面 但是电视机 照样正常运行 我那个同桌 修车厂家的孩子 我印象很深刻 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体育老师 车坏了 是他给换的备胎 六年级 说换就给换了 我们那体育老师也看傻了 眼神就变得敬畏了 连称呼都改了 我说 师父 您看我这机油 是不是也该换了 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 写了这么一段内容 其实最开始 节目组还是有点忐忑的 说你这样 指名道姓 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你知道 他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已经没有北下馆小学了 我们学校没了 还是我爸遛弯的时候发现的 给我打一电话 沐南 你没根了 但我们学校也不是真的没了 我们学校是被一所市中间小学给合并了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挺感慨的 我经常觉得 我们学校 就是没有赶上好时候 我们学校就是但凡扛到今天 在这么一个快乐教育的背景下 指不定谁合并谁啊 你别说重点小学了 心情不好 我们连重点大学都给合并了 怎么着 北下关大学 然后放今天 全国就三所最著名的学校 清华 北大 北下关 谢谢二位同步台 请来 谢谢同步台 三 二 一 请坐票 厉害 放大招了 对 我还想演完之后出了口气 那吐了一口 是因为上一场有点那什么 这场炸了 回来了 没有 这场我想讲这个内容 其实也是因为 就是刘振云老师 因为刘振云是我 超级超级喜欢的一个作家 我的灵感也是来自于刘振云老师的作品 就是那一句顶一万句 他谈到的是人的孤独 然后怎么找到 能够说得着的人 所以我是写了北下关 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我能在 这个脱口球大会的这个舞台上 能够把这个故事讲给刘振云老师听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荣幸 对 我觉得就是很特别值得的一件事情 那你用一句顶一万句 你事先买版权了吗 灵感灵感也没有引用 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孩子的天性 包括他的自由 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另外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 就是这个脱口秀 就是里边所有的 就是这个趋里拐弯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特别的到位 就是特别这个缝隙 特别特别到位 就是 这个 你是北京人是吧 大张伟老师跟我说的 对 北京 一上来我赶紧介绍 老师特别注意这个腔调 北京的 北京 京腔 家里都是京腔鱼 这个北京话说的还是不错的 那当然是放到现在了 因为它是普通话 在这要放到宋朝 你看看 那可就不一定 干嘛非放宋朝呢 要在宋朝在这举办脱口秀的话 真正的普通话是哪 是河南话 真正的普通话就是河南话 我们村是首都郊区 河南的爱读书 喜欢文学 文本呢 其实受各位影响都很大 他说他受您影响 网上有评价说 听河南的北京话的那些包袱出的方式 能想起王硕 嗯 目光不错 喜欢文学是一方面 就是喜欢什么样的文学才是重要的 你看看 你看看 那刘老师觉得是喜欢您的书好 还是喜欢朔爷的书好呢 我觉得的话呢 就像唐诗一样 他可以喜欢李白 也可以喜欢杜甫 刘老师 您觉得您是李白还是杜甫呢 这个我是李白还是杜甫不重要 有可能像李诞老师的话 他有点像白居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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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聊的 王松龙咱俩学学 好有说话的意思 以后咱们出一歌就说 这歌要王松龙是像巴比蒂勒 还是约翰列农呢 但是刘老师那个 沫南说过我也说 就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 对我个人影响也非常大 我一直认为一句顶一万句 就是二十一世纪中文 最好的长篇小说 推荐给大家 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沫南今天讲的这个事 尤其在北京 我也有特别共情的地儿 我们学校也是一般的学校 然后后来被那个 市重点给吞了 对 然后但是我也有一个 就是你妈妈说那个 就是那一刻 你觉得这一刻就是我的学校了 就是我 我本来小学到初中是保送的 因为我唱歌特别厉害 你明白吧 然后呢 然后 Buck B.O.T. 然后呢 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学校 因为那个学校压力小一点 然后后来我还琢磨 我这选择对不对 后来我跟我们班同学 进学校的时候 学校老是说 那个头发联不能过眉毛 到第二天 我们班同学把眉毛剃了 当时我就觉得选择对了 太来劲了 就是所以他就好 问那些北京那些点 我特别亲切特别棒 苏鸿哥哥 我看刚才笑得很开心 我很开心 就是童谷男很厉害 就笑得我嘴磕这广告牌上了 那称呼都改了 我说师父 然后我觉得就是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还有很多折丝的部分 我觉得黑格尔看了 这一期的特学大会 都给赞叹中国的哲学水平 对对 非常莫特 谢谢王总 谢谢 感谢 那我们保证 把这一段烧给黑格尔 好吧 我亲自去欧洲 亲自去欧洲烧给他 好嘞 那我们莫男为了四个牌灯 八票 进入等候区 谢谢莫男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